大家好,我是四年中班程丽叔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讨厌咒语的巫婆》 美乐蒂是一个讨厌咒语的巫婆 这一天傍晚,她决定用咒语变出一个披萨 她念着《哄妈咪巴比哄》 接着整座烤箱开始摇晃,冒出浓浓的黑眼 她念出咒语了,现在饿肚子的她更是恨透了咒语 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魔法措施大会的邀请坛 所有的巫婆都必须参加 没通过测试的人,巫婆资格将被取消 美乐蒂大叫,我的天哪 现在开始我必须每天练习咒语了 比赛当天,连扫帚也不听她的命令 飞!飞!飞不起来 她只好把扫帚夹在衣下走过去 第一项测试是变出一棵果树 一会儿立刻充满了咒语声 草原上长满各种果树 美乐蒂的咒语虽然正确 不过变出来的苹果树很矮小 第一项测试,她惊险通过了 第二项测试是变出轻柔的小雨 美乐蒂的咒语才验完 就刮起了暴风雪 当然,这项测试她被扣了分 第三项测试是烟火测试 在此起彼落的咒语下 光彩多目的烟火照亮了夜空 可是,美乐蒂只编出一只小小的仙女棒 火花闪几下就灭了 火鸟娃娃对她说 这一项课试你没通过 很抱歉,我必须取消你的巫婆资格 但她垂一点也不难过 想到以后再也不练习任何咒语 她开心地跳起舞来 之后她开始忙碌起来 种花种树烤蛋糕 有一天,火鸟娃娃来拜访美乐蒂 美乐蒂用自己种的薄荷茶请她喝 还请她吃亲手烤的蛋糕 火鸟娃娃称赞说 真不敢相信,实在太美味了 你的魔法一定棒极了 我要把巫婆的资格还给你 可是我一点也没用魔法 美乐蒂说 火鸟娃娃笑着说 魔法,方法,还不是都是法 你的能力就比一般咒语还厉害了 说完,就骑着扫帚飞向天空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